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资金 不是技术 而是诚信 这是全球的危机 甚至威胁到每个人的生存 政客假话连篇 商场假货充斥 职场有假学历 文坛有假论文 体坛有假球 一坛有假药 360行 行行有假冒 现在例子挂出来 个人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我们搞得一团乱 每次买东西 我们心里都忐忑不安 这牛奶能喂给我们的小宝贝吗 这油干净吗 这么漂亮 有问题吗 真是油机的吗 女士们都爱名牌包 为都市街头增色不少 远远看去 人们总是先辨认真假 打开信箱 隔三差五就恭喜你中了千万的大奖 电话铃响 十有七八是催出你万无措施的良机 打开电脑 成千上万的骗局 分秒必争地涌进来 这里是杜斯尔多夫国际机场 严肃的德国人有识也幽默 对每年经过的两千多万人发出警告 皮诺曹的鼻子已经太长了 六十多年前 一位作家写过一句话 在欺诈突变流行的年代 说实话 简直就是闹革命 这句话暗示说 从前曾有过欺诈不流行的年代 那个年代究竟什么样 亚伯拉罕·林肯在当总统之前是律师 他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也不讳言曾有过败诉的经历 以此 林肯受委托追逃欠款 拿到法庭去辩论的时候 发现对方的证据非常的充足 也就是说那个控告是虚假 林肯发现自己的客户造假 愤然离开法庭回到旅馆去 当人去找这个林肯的时候 林肯在洗手 他说 我的手肮脏 不能回去 这就是著名的脏手案件 林肯曾说 圣经是神赐给人最好的礼物 没有它 我们就不懂得分辨对错 在那个时代 诚实的亚伯拉罕·林肯成为正义与诚实的代名词 有尊与的活着 最便捷 最稳妥的方式就是言行一致 有个人对这句话的体会可能更深 他的尊严回谎言 1998年 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 面对婚外情的质询时 在独立检察官和国会面前公然说谎 总统撒谎若被发现 代价很大 当年尼克松总统黯然下台 克林顿差一点重蹈覆辙 算他聪明 赶紧改口 通过电视直播 独一强权的美国总统 在全世界面前被数落 乖乖认错 道歉 这样对待总统是不是太苛刻了 美国人深知政客常撒谎 所以对总统盯得格外紧 防止他做坏事 这就是美国 总统不能一手遮天 为所欲为 这就是美国人对总统的要求 诚信比才干更重要 说谎言的嘴 为耶和华所证悟 行事诚实地为他所喜悦 你相信不相信这个 你相信这个 那你就 做一个所谓的诚信的人 不该说的话就不说 不该杀的话就不杀 不该拿的钱就不拿 不该做的事就不做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也是宣教 请您继续关注新事节目